剛剛做的是比較寫實的雞蛋彈跳 當然這裡我一樣 因為第一次調的動作 所以基本上我先不加加旋轉的 參數 好我們如果要將動態做誇張的話 動態誇張的地方有哪些地方可以做 速度 速度我們可以把它誇張化 但如果當速度不變的狀況下我們如何 誇張我們的動態呢 一個部分就是跟上一堂講的擠壓 縮放 像如果有卡通的話我們在落下的時候 增加它的速度感 但是我們這裡的速度感不是真的去調速度 我們在落下的時候 我們也增加他一點點的縮放的動態 好我們的這裡 G我們拉上來 縮一點點 這樣速度感被拉伸 好 這樣所以他就是 在落下之前我們這裡 零 他在落下的時候 被動態被拉扯 因為速度感好像被脫殘影一樣所以他在這裡 動態被稍微拉伸 我們這裡就誇張一點 這樣就會 力道感會比較強 然後這裡的話 因為其實他不會再落下一瞬間就開始 陀拉 他通常是地性力越加越快 才有這個效果 所以我們可以把 Dread的 前面這個key 不要一開始就說我們到後面 快落地的時候我們再開始拉伸 那他在最後面的 力道感就會特別強 當然這個程度就大家自己調整一下 當然落下可以 拉伸 彈起的時候也可以 我們在接觸到 彈起 在彈到最高點之前 彈起 將較起來反過來我們的 屁股這根也會有縮放 其實程度會一定比我們剛落下這個的小 我們這裡也是key D Single keyframe 我們在 50個落下的時候這裡都沒有 Single keyframe 碰到沒有 在他彈起 在最高點之前 我們這裡先複製一個到最高點他應該會恢復到原來 的狀態 的狀態 在他彈到最高的時候 之前這裡也是會有一點 縮放 往下拉一點點 他因為會為了要 佔流 這裡他是往下拖了一點點 在最後落下來 落回來之前 我們也可以針對我們的 Stretch 再加一點點的 落下的 加速度 GZ 一點點就好 畢竟他已經主要力道感都在前面 好 只是稍微增加一點點 效果 卡通板的效果 方式 就算了